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西方是星期三,6月3号,那东方也是6月3号,当时现在就要进入中午了,好,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大家都知道日子了,因为这个秘密呢,已经呈现给我们了,敞开给我们,知道这个密码,知道这个猫,这只猫这个秘密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真的要回家,如果要留下来的,那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大家要记得远远的感恩,远远走正一路,远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不只牵着主耶稣的手,而且要抓住主耶稣的手,因为怎样,有一次不是在经验当中就是,我看到主耶稣的手在那边, 然后,我一直在抓住祂的手,抓住祂的手,所以祂的手要溜走,但是我一直在抓住,抓住祂的手,真的那个情景有点紧张,这是真实的事,不是说我在晃长了,没有,是真实的,所以大家要记得,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力,存信存意,去爱我们的上帝,要爱我们的灵蛇,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只有靠着主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一直想到天国经了,要慧改,那之前就是世喜悦恒一直提醒,要慧改,慧改天国经了,所以现在已经两千年了, 大家都知道两千年,我们的两千年在神的眼里只有两千,这是圣经里头讲的话,所以为什么在大概是一年多了,一年半之前不是有听到声音说,医生说很可惜,企业就要开刀,所以神穿穿了这个世界,祂觉得很可惜,要把它毁灭了,因为怎样人心太邪恶了, 这个世界都是带领人家下地狱的,包括教会在内,所以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到时候到末世的时候,就算被检选的这些人,也会走错路,走错路的话,没有悔改,就是下去地狱了,好,大家要继续努力,那今天,其实我是打算说,不读灵兵吃粮, 势努力要偷朗了,因为打算说,有件事情要做,但是今天,刚才基地华强新来的李明治,就看到一个字,一个字是什么,是管,管就是在哪里,在地上那边,地上那边,这个管这个字是早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字,管,所以这里面也讲到管,所以我就紧张说,一定要读李明治粮, 这是神的安排,那我也放下去,今天是什么,生命祭,生命祭,他就在做一点温习,所以大家,因为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耶稣亚带他们进入江南地,那我们要就是,他们之前,摩西的时候,这个过程走了,差不多4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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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ն muitoido,4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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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40年,40年,39年,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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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Okay, 我现在我们就要到之前,我们就要到前面, lah, bon,大家继续努力,谢谢弟弟华强 aún,上来的灵命之良,也谢谢Kelvin,在Upload在YouTube里面,也谢谢Katrine每天看到的意向, roles,人...! 因为我现在打算早一点睡觉,早一点醒来,有事情要做,所以我还没有问Katrine到底她有没有看到意向?,后啦, tutorials 不要紧,我们就明天有一项有梦的话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好,大家就要记得 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想念着我们的阿爸父 想念着我们的主耶稣 可以想象到现在没有上帝吗 没有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吗 我们是悉空一生的 是没有意思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有些人只有几个月几年而已 那什么意思 尤其是人一生都在很忙碌的找生活 那到最后呢 有没有准备了保险,有没有买好呢 有没有替小孩子买真正的保险呢 真正的保险就是在天国里头的 不是在世界上的保险 所以大家最好的保险就是向主耶稣买 向主耶稣买 不是向主耶稣白白的拿过来 没有这回事 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爱我 这主耶稣说的话 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你就要遵守我的道 所以昨天给大家听的生命记 就是讲到上帝要我们爱他 对不对 讲到爱,而且要我们遵守他的道 要遵守他的话,就是要听啊 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遵守,我们要听 所以昨天也看到了这个字听 然后又看到大爱 也是神爱我们,神给我们大爱 我们也要大爱,大大的爱我们的上帝 好,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三维一体的上帝 一定要有三维一体的 那你说莉莉怎样描述这三维一体呢 根据我所知道 我看到阿爸父,我也看到主耶稣 我也看到圣灵 刚才圣灵有一点爱睡圣灵的手 这样就过来一下 叫莉莉时间要去WhatsApp了 所以呢,我每一天的生活很开心 为什么呢?就是每一天时时刻刻 都跟上帝在讲话 好像我煮菜,其实有几年了 我做蛋糕,做菜,有些东西 人家问我,你怎样煮出来 我也不知道,真的 因为我只问主,圣灵啊 主啊,我的盐要放多少 我的酱油要放多少 我要Oyster sauce要多少 这些什么酱油 神就教我要困哪一个 困和哪一个 就形成了一个recipe 真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已经这样跟主 主这样走过每一天 尤其是煮饭 已经走了很多年 那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讲 我退休的时候就开始了 之前都很清清楚 但是之后呢 就是因为孩子们长大了 我就多很多时间 跟主在一起 所以不要去别人家 啰嗦 不要跟人家讲太多啰嗦的话 就是要跟人家讲的 就是传福音 去邻居,去传福音 去认识的街上看到 谁跟他讲上帝 去好像我之前 我的楼下是卖鞋的 我就很喜欢下去跟他们讲 讲主耶稣的事情 所以我们随时随刻在马来西亚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哪里都可以跟人家讲上帝 只要你不要跟牧师林讲而已 OK 那当然如果要跟牧师林讲 你要有聪明的头脑 那我就是觉得有这种自由 然后来到这边加拿大就没有这种自由 加拿大没有这种自由 如果随便跟人家讲主耶稣 人家不开心会抓你进法庭的 OK 所以大家在西方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我们马来西亚更加自由 传福音 在这边 好像你就不可以得罪 你不可以讲一句话 对不起这些同性恋的 你讲了那些有一句话 对不起同性恋 你就要进监牢了 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西方国家变成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行为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现在就读李明治良 因为这个字广 那今天李明治良 6月4号是讲到 其实我们这边在3号 这个是4号的 丢在外面 那马太福音第25章第30节 讲到 把这些无用 没有用的仆人 丢到外面黑暗里头 在那里必要哀哭且耻 所以我们要做有用的仆人 不要做那些没有用的仆人 好 接下来 许多信徒不明白将来所要受的惩罚跟报应 以及所有的分别是何等的大 到底是惩罚 到底是得到惩罚还是得到报应呢 这个报应是怎样讲 这是好的就得到奖赏了 后果是何等的严重 终以为自己已经相信就得救了 不会跟似的一样毁灭了 再没有什么问题了 却不知将来还要受到审判 这是彼得千书第四章十七节 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 二十二 马开福音十六 二十七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那圣经对这种讲法很清楚 不容易的轻护 就是不轻看这些神讲过的话 上帝主耶稣讲过的话 回接下去 阿们 主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 他先讲到丧良的仆人 以及邪恶的仆人的报应 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讲到 那丧良的仆人呢 主要派他管理 就是看到的一项 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些邪恶的仆人呢 就要重重的惩罚 被定为跟假冒为上的人一样的罪 在那里避哀哭且扯 然而又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他们都去迎接新郎 当有聪明的也有愚昧之分 预备的也有不预备有之别 结果预备好的 跟主耶稣一起跟这位新郎一起进去作习 这边就是讲到敬全国 那些愚昧的却被光在门外 就被留下来了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 那以后呢 又讲到与众人算长 良上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 又全管计多事 那些又恶又懒惰的仆人呢 却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头 哀哭且耻 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节 OK 好 大家继续努力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我们不久不久 神就提醒我们 不久不久 神就提醒我们 一定要准备好三件礼物 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好 大家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看到的意象 那六月一号跟大家讲了 看到很多很多的意象 有些也没有记载下来 但是记下来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才记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在东边就是在右边 右右 OK 在right hand side那边 我有写六月一号 然后一二三四这样讲下去 那我就 这个是一个圆圈十二点的单位写着二 那还有一个就是 对 我写在一那边的也是六月一号看到的 那是四点二十七分凌晨的时候 这个会比较迟一点 也是一顶二十一 那就看到红色的下 然后旁边就写着二 下来又上去了 天堂下来我们就上去了 那为什么有这个二呢 之前不是看到上去天国 那二就是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二下面也是二 对不对 有看到红色的二 有看到黑色的二 这个是一样的二 那之前不是一直看到十一点的单位到一点的单位有这个红色的针 有时候是黑色的 昨天是黑色的 指着十一点跟一点啊 那就是跟大家讲说什么呢 OK 那就是十一点的单位 十二点的单位也就是二号啊 就从二号开始 五月十二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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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二也是一二十二十二二号啊 那十二点的单位就写着二 那走下来就是三点四点五点六点这样啊 走到十点就是十二十一点就十三然后十二十一点十三十二点又在什么又在十四号啊就走回去十四号十四号就是回家的哪一天西方十四号回家就是七月十四号回家那东方要就是十五号 在一点的单位啊 所以十一红红色的针指着十一跟一就是十五号啊就是回家回家了然后当然十四号也就是回家了啊 完了回家 所以二呢就是讲到十四号啊那三呢可以讲说是十五号啊 所以之前神问了我们说二三是什么二三是什么现在大家知道二就是十四号三呢就是十五号啊 东方十五号我们西方十四号啊所以现在神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啊 OK解答我们啊讲到这个日子因为他先给我们看到日子对所以我们现在解释就很容易的解释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密码已经出来了 这个日子已经呈现给我们了啊好那那一天呢啊六月一号的时候啊过刚刚三十一号五月三十一号过后啊半夜过后我就看到一个天使真的很大这个天使是很高大的一个天使啊然后很壮很壮的天使啊就在我前面啊他穿绝是像什么啊你知道摔脚吗 大家摔脚他们穿的衣啊好像singlet这样啊 贴身的那一种上面到下面的那一种啊就是像像啊在摔脚的那一种啊服装 但是他是摔摔的圣摔的真的摔摔他自己本身都是摔摔的啊那抱着一个baby啊抱着一个baby抱着一个baby所以呢呃这一次的媒体都是为了baby小孩子们OK我们跟着他们回家啊啊就主耶稣讲的让这些小孩子们来因为他们属于天国了啊好接下来呢啊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一只 最主题我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讲完刚才六月一号的那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大天使也是六月一号看到的啊那我就继续这边啊在呃右边那边啊哦接下去第二那边就六月一号又看到小碗小baby的碗有很多葡萄我在想说我不是要他有几天就回来怎么又看到这么多葡萄呢然后旁边又有另外一个呃然后又看到 一样的baby的碗当时里面葡萄就少了啊就少所以其实加起来呢就是六月跟七月加起来的分量就差不多那时候就是四十五天这样那现在剩下多少了剩下四十二四十一啊好接下来我昨天跟大家分享有听到声音说那时候我要崩溃了哎呦还有这么久还才回家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知道哪一天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你在等等等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因为存生都都要都要collapse了啊家里有很多就是在考验当中不知道要考了多久是很辛苦的哪一种感觉当时呢看到野里面野里面说你不可以放弃你要继续努力OK那赶紧爬起来吧OK那时候我就听到声音说结果呢有个女的跟我讲说结果呢你知道你们辛苦啊你们辛苦你们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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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后来给我看到authority就是有权柄的你们辛苦一点不要紧神有准备权柄给你们OK不要把这个这个祝福这个恩典白白的丢在门外啊花掉啦溜走啦溜走就没有了啊以后就永远没有了啊所以现在辛苦一点不要紧的记得啊有些人读大学的尤其是读医学啦或者是读到 很深的科目他们是多么辛苦研究家啊他们一直在研究失败在研究在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得到结果好结果啊好接下来呢就哦这个是这样看过去是一个星期四 Thursday那上面呢也是星期四那意思是什么我们这边星期四星天新地哪一端也是星期四就像我去星天新地的时候不是看到星期六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星期六啊那过去就看到很多人在街上哦在走来走行因为刚刚他们也是从天堂下来嘛然后有些去做游船游船啊有些就走来就去菜馆市啊啊就是很开心啊当时也有看到疫情的代导者在祷告啊那星期一的时候啊星期一就看到学校开门咯他们学生去学校读书啊在学校读书一样样的所以 十八号是星期一那一边神就给我回去只看到一个早上而已那边就是学校有学生在读书了然后他们的外面也是小孩子可以玩球啊打球啊这些都能够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当时当然那边都是正义的了就是过着神圣的生活也不用担忧有没有放置有没有担忧有没有工作做也没有当不用担忧说孩子有没有各种各样的病症有没有变 变成愚笨的有没有藏废啊有没有这些都没有都没有了都是完美的啊然后接下来一代一代下去都是在幸福当中啊因为主义我们星期的那一端没有魔鬼撒当因为他的外面有一层是包围的啊是啊就好像啊你们不是在家里有这个铁门啊他也是在外面好像铁门这样OK那那个当然不给魔鬼撒当 魔鬼不能够进去的啊好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啊听到声音说他的存在什么他的存在啊我相信他是讲说你们的结果怎样你努力啊你的结果怎么啊你的结果呢OK结果得到什么啊就权柄就是说神说我要给你们的权柄是真实的他真的有存在啊他的存在啊OK那接下来下面不是 有看到六点三十五分然后又有看到六点四十分下面写着五然后写着到还有其他词但是就看到到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到了那一边啊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六点三十五六点四十大概六点三十五大概就在这个走啦那边要走到那边已经注册了这些啊要六点四十分因为呃前后五分钟嘛那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地球的时间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地球的时间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另外一端了啊所以啊我也可以说是东方啊上一次就是想差不多 我们说啊东方是凌晨对不对我们这边是下午啊所以到现在还是等候神这个我们讲啊再讲一次关于时间啊我现在就不敢讲太多了啊就是我相信这个是说当这个地球那一天我们已经不见了啊那个地球四点四十分啊或者是不是六点四十分或者是六点三十五分这时候我们已经回到到已经已经到那边那一端了已经到那一端了 那你说莉莉啊那不是好像有两三个小时啊很有可能啊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之前出去啊回来已经一个小时多了啊好但是我不感觉到一个小时多 我觉得为什么我的这边手臂那边怎么会这么酸痛呢好像只有几分钟为什么这么酸痛一直在一手要去要去动我的胸臂就是那骨头那边啊 然后主耶稣他就拉我的手把推开我的手你知道吗推开我的手啊叫我不要动他啊因为他要带着我嘛所以那时候就一直一直我因为我很酸痛一直就要去动他呢主耶稣一直在的手就推我的手说他也是轻轻的推了也不是很优力轻轻的啊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明白所以现在知道说是有那种的酸痛 我相信那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我是第一次第一个这样经验啊所以我相信下一次大家都没有这个酸痛啊应该是没有了啊 因为我知道那一次带我出去是一个经验啊一个经验带我一个时间出去走了一个小时多OK 所以就知道说我会这样骨头这边会有酸啊两边啊好那接下来呢就看到什么就看到是开行十七一七一七开行是什么就是说一起开行一起开行就一起过去一起过去啊然后一七呢一七也是得胜啊得胜的一起过去得胜的一起过去那没有得胜呢当然就留下来了啊 然后之后就看到两个圆圈连接起来就成了一个八是很亮光的这个颜色就是八就是夹了啊那之后也有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啊圆圈是六点的单位到十二点然后在中间那边就是九点的单位那九点的单位写着十六已经在外面了啊就是说十六号那一天已经不在这个地球了OK十六号那一天 从不得已经在那边开始了开始第一天我相信是第一天进入永恒就是第一天了永恒了啊九就是永恒 然后我有听到声音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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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没有在这个地球了没有在这个地球了哦那刚才的时候我顺便有个位置我就写下来是刚才十三那边啊要不然我就上去先讲然后再下来这边因为是这个是刚才看到的好 今天有看到很多异象但是有些我就不那么清楚不记得啊就是啊就没有画下来 因为神说有些就不用了为什么你说莉莉亚不用写下来为什么神给你差了这么多其实这个是圣灵跟我就是神跟我的一个关系一个子女关系就是很喜欢跟我讲话我也很喜欢跟上帝讲话 然后呃就是说怎样讲我们就是一直有有联系的啊一直联系在主里面就是 一直跟主讲话主一直跟我讲话的那一种好接下来呃在第二那边有没有看到就看到呃呃一个一只脚啊脚脚底啊脚膀啊 然后他的大拇指大脚脚有点翘翘的然后第二个脚指到第四个脚指有一个青色 然后称青色的把他连接起来那这个连接起来是什么是不是讲到13号14号15号呢7月131415或者是讲到5月6月跟7月是连接起来的哈 好呃后来看到广啊广啊广啊广这个很亮观的广啊 广呢上面呃这个KK这样其实给我常常想起笑脸啊 然后下面这个广广就是official就是做广的广 ok做广我们会做广到另外一端做广做王啊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没有努力就得不到了啊 虽然可以过去但是得不到很可惜啊对不对 因为这是上帝的信念给我们的 那因为当时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本分 不可以懒惰的 刚才也讲多了 不可以懒惰也不可以邪恶了 那接下来有看到 第一个手指跟 第一个手指跟中间的手指形成一个V V就是胜利了 就是说胜利的就做管家 OK 胜利的就做管家了 那接下来有看到大拇指 第一个手指 第二个手指跟最后 我相信神是讲说 最后就要回家 回到永恒的家 然后有看到圣灵 有个杯子这样拿在我前面 在我的左边 然后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 女生的声音讲说 杯子 杯子 OK 杯子 所以是一个杯杯 就是代表救恩 就是代表救恩 胖子也是代表救恩 然后看到神的大拇指 这样向着我的方向 就是good做得好 你们做得好 然后有看到一个小篮子 然后有这个好像布 白色的布 有好像纸这样 我现在胃非常不好 就三个corner出来 然后里面就有麦子 就麦子这些就是大概就代表 我们一个麦子就代表一位 我们当中一位 那全部有几个我也不知道了 现在当时大家要准备回家 一定要准备回家 那好 接下来就是看到神的当拇指 还有其他的手指 就要向下 下来 其实我画的不对 不漂亮 其实是好像一把刀这样 一把刀 就是刀 这个刀要下来了 审判要下来了 审判要下来 风格要开始 要发生了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在七月中的时候发生 然后呢 神的大拇指两边 就看到两只手 拿着一张纸 是白色的 剩白色的 可以讲说 像卫生纸 当时它是非常洁白的 然后它在手指放在中间那边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也不久会有一些秘密 要跟我们讲 或者是每一个人的成绩当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主的手 这样 这样 这样就 什么 这边是叫做右手 就是右手 这样 向着我的方向 就是说 恩典就要到 五就是恩典 恩典就要到了 好 那刚才呢 我也不是刚才了 六点多 我忘记几点了 就是下午了 我就躺下来一下子 我就听到声音说什么呢 他说 19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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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28 OK 然后对呀 28号 我记得 写的日历不是 6月28号 写在这个日历里头 是我看到的 就这样 所以 6月28 28号 开始算起到 15号呢 是多少天 是18天 也就是18 对不对 所以 是从 之前有看到 10中 199 所以 在 记得那时候 我是看到 我的四妹吧 她拿着这个 Bedmington Racket 从东那边 制作 西方那边 然后之后看到 10中 199 199 28 就是6月28 算起呢 到回家 是 15号 就是18天 好 那 接下来 其实 13那边 没有看到 是刚才下午 看到的 一项 就是 就是这个 19加9 之后呢 看到这个一项 四方 长方星里面呢 又写着这个很大字的 Marker写着 Marker黑黑的 然后又写着10倍 背后是红色的 好像彩色 铅笔画的 那 时时 大家知道 阿爸富 到时间 时时的时候 阿爸富很简单 就坐前面了 那就一项 已经讲过好多次 那 就是说 最后的10天 最后的10天 那我就 数创最后的10天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5号 地方就是5号 开始 OK 5号 5号之前有看到 城市的55 对不对 我们一直讲过的 那是5号 那东方呢 就是6号了 6号再加10的话 就是15号 因为那一天 6 7 8 这样算起到15 这是第10天 OK 第10天 是7月15 那东方呢 西方就是 7月14了 所以感谢 那为什么 我们之前有看到 城市的6 再加橙色的5 再加橙色的6 等于蓝色的11 那我们一直认为是5号 6号 不是5号 6号 因为要加阿巴富 那边很紧张的时候的10天 最后10天 所以变成什么14跟15 之前有看到4 14 对不对 那4呢 就是讲到天国 14呢 也就是讲到7月14号 OK 那15呢 15就讲到安息 15安息 6呢 16就是爱 OK 6就是人类 但是也是5加6 就是11 所以接下来11那边是看到 就是今天过了中午12点15分这样 就看到这个前面一个网 就网里面是补品 这样有红枣汤 这样红枣汤 有差不多算就自己可以讲四粒的红枣 然后背后的有那个什么 你知道摆萝卜吗 摆萝卜啊 它切成三角形 那给我聪明智慧 又有一个汤匙 汤匙就是救恩 那红色的红枣 就是四个红枣 四粒红枣 那四粒红枣 我们现在不是14页 今年华人 因为红色很常就讲到华人 华人喜欢红色 就是带红色给华人是代表纪律 就是Luck 然后四粒的你说 我们基督徒不是有不讲的Luck 但是这些是你可以换成祝福了 那今年华人的历史力有两个四 两个四粒 那四粒我们现在走过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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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四粒 是第一个四粒了 所以有四粒 四粒 四个红枣 然后后面三角形 可以代表六粒跟七粒 六粒跟七粒 没有 我现在的日历 我们用的日历 六粒跟七粒 那四个红枣也是六粒了 也是六粒 所以要走过 还有一个月 还不到一个月半 所以大家准备好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感谢赞美主 可以自己再看这些照片这些 我们下一次 就会看这些照片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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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下一次 看一下 请到下一次